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给它区分一下 也差不多能凑出额外的200多个县 因为太大的城市 一个县管不了 所以中国又差不多需要3000个县委书记去领导中国 去帮助中国在混乱之中维持秩序 主要是保护它的物质财富 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垮台这一天可能会突然来到 导致中国共产党垮台不仅仅是由于反对派的鼓动 不仅仅是因为民运人士的宣传煽动 共产党垮台是必然的 我打一个凑前的比方 可能这个世界上有一千个因素最后凑齐了之后 都到齐了 共产党就垮台了 你也可以解释成一千根稻草全落海来 那么这个骆驼就给压垮了 现在差不多有900多个因素已经凑齐了 咱们就经济上 社会上的 文化上 人种上 各种问题吧 都国际压力都已经凑齐了 那么还差那么几个因素 这几个因素当中的某一个是你我这样的小人物 可以通过努力给他改变的 那么这个改变呢 看起来是无足轻荣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跟一些庸人 你跟一些那些融融碌碌的人 你跟他说光文贵爆料啊 或者搞民运啊 民主宪政啊 他马上甩你一句 不相干的 搞民主能当饭吃吗 其实你不搞民主 你最后才没饭吃 那个60年代初之所以饿死人 就是因为社会制度太错落 毛泽东他的权力不受制衡 毛泽东就跟一个疯子一样 可以胡来 那么现在习近平就走上了毛泽东这条 这条灾难的道路 他一个人死呢 他还不甘心 他还要拉着我们13亿人跟他一块死 所以这个是一个危局 中国现在这个政治上的危局 所有人都认同 除处那个专业的五毛 他不认为这个现在还危险 其实从国家最高领导人 还有国内的企业家 政界 商界的精英 甚至大学里的这个老师知识分子 都承认中国现在已经走上一条死路 非常危险的道路 从国家领导人倒行逆施 到这个人民群众 主力 道德底线不断被突破 而且伤人都无良 互相坑 环境都毁坏 所以人民的生存状态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状态 那么任何人睁开眼都会认同这个东西 那么最终以习近平的这个 他的这个历练 他的这个修养 他的知识结构 他不太可能成为郭文贵讲的那个所谓千年圣君 他不太可能打破共产党对于权力的垄断 把大防火墙推掉 让人民群众上网可以自由发言 可以言论自由 可以揭发任何人 然后政府机构揭露调查 顺藤摸瓜 把贪官污吏都给抓起来 他绝对不一定是这样 他也反贪 那么他反贪呢 一定要反那些他看不惯的人 就是清除异己 凡是跟他 你像孙政才这样被整掉 其实孙政才还尽了最大努力 让习近平满意 孙政才知道习近平上台之后 要搞没有薄熙来的薄县路线 所以他没有认真的肃清薄县的流毒 他这个都躲不过 那孙政才卢伯是认认真真的 傻不叽叽的去肃清薄县来流毒 把薄县来做成的那些案子 全给翻过来的话 孙政才两年之前 或者一年之前 乔给早就给抓掉了 很可能都无期退休 很可能都枪毙了 他能挣扎的现在也是一个奇迹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在现在这个现行体内下 没有人是安全的 郭文贵玩的这么大 有这么大的财产 给国家盖了两个这么大的楼 建了金权广场 怎么着 他给马建都是铁哥们 怎么着 还不是王命 这个外国吗 那么 当然了 郭文贵是一个奇迹 他能够 咽不下这口气 他也有这个本事 有这个能力 去组织一场 报仇 他就是要把王岐山 孟建柱 这人给干掉 甚至现在加上 王立军 傅政华 傅政华他现在慢慢在低调处理 因为傅政华从北京传了消息说 习近平是很器重傅政华的 所以说他现在在老郭 慢慢的不怎么提傅政华了 老给他一个面子 会不断的给他一个面子 这个 我认为 我认为 习近平 成为千年圣军的概率太小了 几乎不太可能 除非逼急了 那么王岐山真逼他才行 这个 你看孙中才干掉之后 下一个马上要挨整的 就是温家宝 以及被温家宝提下来的 这个 从温家宝这边走官 当上官的这个 都都面临着问题 那么团派 大家又又说 好像这个胡春华过了关了 有人说胡春华已经表态了 习客信 习客信 我看那个 有人在YouTube上讲 甚至有人都说这个 汪洋啊 汪洋很好啊 行教也不错 能当国家组理 不可能 我告诉你 为什么呢 团派的人 都有严重问题 都在清除之列 什么原因啊 就是一个 大家都不愿意说的一个话题 就是那个 李辉 间谍 那个CIA间谍 在2012年的春节的时候 被抓出来之后 那个事情的真正责任 在胡锦涛那 胡锦涛 通过令计划 通过这个 这个康师傅啊 把这个案子给 按住了 按住了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党内是知道的 那个 江系是知道的 小 这个 小习是知道的 所以说这个 没有 之所以没有追究他们 没有认真追究他们 那就是 捏着他的高丸 可以随时追究 这个李辉 间谍案对于中国 情报界的这个 这个损害 是建 中共建政以来是 达到了顶峰 是最严重的 这个因为美国占了大便宜 到现在为止 美国呢 还是配合中共 不让他太丢脸 美国都不怎么说 只是今年到了5月22号 纽约时报 才第一次报道了这个事 就说这个美国间谍 抓起来被枪毙 十几个被监禁 被枪毙的 这个是中国愤怒了 愤怒到了极点 因为间谍 平时抓出来 是不会枪毙的 上交换 因为中国也在美国 也有间谍嘛 那个CIA想 想抓起个间谍 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 那么大家都是 睁着眼闭着眼 那么如果有人 一方抓住了间谍 那对方也抓一个 一交换 正常的操作 国与国之间的间谍 都是这么做的 那么中国把李辉给毙掉 就说明这个事情 非常非常严重 那么就涉及到 这还说起来 还又涉及到成都 那个时间上 给王立军投奔 这个成都美领馆 是差不多 前后差不多太多 那个成都有一个 造这个中南海机子 那个保密电话的 红机子领导人用话 那个机子啊 那也卸了命 那个被那个美国的间谍 装了间谍软件 那个所以中央最高领导人的 这个通话记录啊 都在塞埃那随便看啊 所以中国习近平上台以来 这五年 正在做军事调整 就是要把核武器基地 要重新挪地方 导弹发射基地 要重新换地方 这个才是难死他了 所以说习近平上台这五年 是最薄弱的时候 在国际上 面临着国际的威胁 如果跟美国打起来的话 中国根本就是裸奔的 这是老美在那 这个电子游戏讲的 打死哪打哪 所以是这五年 习近平之所以倒行逆施 这个宁左勿右 更国际主流价值 更普世价值 这个对抗 这就是在做军事调整 在重新聊自己的伤 是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观点很少有人说啊 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背景知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可能来不及习近平调整 军队就会出事 因为习近平现在 大量的调整这个军队 是依这个反弹的名义 搞了很多这个调动 这个这个 这些人啊 表面上看都是参与之徒 能够被这个习近平提拔上来 都是拍马戏嘛 都是花钱买来的嘛 那么这些人 到了关键时候 如果王岐山发动政变 这些人很可能 就到王岐山那里去 就配合王岐山 所以习近平对于军队的控制 是非常非常微妙的 是不可信的 那么中共的垮台 可以说随时都可能发生 所以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人 有担当的人 我们不要空喊那些民主革命 民主革命你怎么革 你怎么 你具体怎么革 民主革命一个最重要的任务 有担当的一个中国人 尤其是有一定身家的 有一定的这个 所谓讲土豪吧 过去刘仲敬先生老讲一个土豪 大体是那个意思 当然现在土豪没有了 现在的土豪的境界都不够 全是王八蛋 你像这个马云这样的 他是有钱 你看他的品位 他公开的接受南华早报的 这个记者访问 他赞成台湾平的六四屠杀 那这是人吗 这个他根本就不是土豪 他没有品位 没有政治视野 所以将来一动荡 先宰的就是 不管是民主在上台 还是共产党在上台 先宰的就是马云这样的人 所以老郭爆料 不是说马云活不过多少年 大概是一年还怎么着 说是有问题 确实是这样 因为他的这个视野太局限了 他跟这个盗国贼走得太近 而且最主要的是 没有民族的担当 民族的担当就是说 危险到了 需要我走上前去扛一把 我去扛 我不在乎我个人的身家性命 所以说我们要网络的 就是这些人 如果你周围的县里 你还没发现这样的人 你想做人太好了 不一定说你有钱 或者你有事 你才能做这个事 你也可以搞政治 什么叫搞政治 就是利用别人的钱 利用别人的愿望 来做成你想做的事 当然你也不能一意孤行 你没在毛泽东的位置上 你疯子 你想搞疯子的那个做法 人家没人尿你 你必须得 就是我提出来的 我们的三千县委书记 首先要认同的 就是普世价值 这个是跟国际接轨的 跟美国接轨的 跟世界主流文明接轨 这是第一 那么再具体一点 我们要认同 民主宪政 就是将来的那个新政府 共产党垮台之后 我们帮着这个乱局度过之后 成立一个临时政府 最终的政府形式 必须是民主宪政 民主宪政的关键词 第一关键词 就是政府的权利 不能够 不受限制的 不能说 这个政府可以到大江 随便去打人 随便去把那个卖菜的 给抓起来 臭打一顿 这是不行的 政府的所有的作为 必须是根据 具体的 非常清楚的那个条文 所谓有法可义 那个法也不是政府定的 是政府的一个立法机构定的 那个立法机构 就是老百姓 选票 我们的人大代表 我们的这个国会议员 他们才会定出来的 那是真正中国的 最聪明的人立法 然后请那个最有法治精神的人 尊重这个宪政民主的 就是我们这样的人 去执法 这个法是透明的 随时接受民众的监督 随时让老百姓言论自由 随时让有不同的议员 可以自己组为小党 来监督我们 攻击我们 批评我们 老郭现在 我717 老郭爆料 我就说了 老郭现在就是扮演 表演 确实上是表演 表演反对党的角色 未来我们的党 是鼓励这样的反对党存在的 但是 在推翻共产党的过程中 我们的目标 就是要建中国最大的反对党 就是全国3000个县 每一个县里都有我们的人 而且我们的人是真正干事的 我们知道 中国的乱局以来 我们去做什么 我们控制消防 控制警察 控制广播电视 我们的人去接管了之后 去让你县里的大楼皮烧掉 那玻璃别给它砸了 你盖一个大楼 像老郭这样的建筑商 他非常清楚 我本人也是个小建商 我盖一个大楼要三年 我烧掉它 30分钟全烧光 你信不信 现在的汽油这么容易 毁灭太容易 在混乱当中 物质财富毁于一旦 是中华民族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考验 我们现在的 海外民运也好 国内的意义团体也好 都是互相内斗 都是互相内斗 都是刺头 互相人家根本走在一块去 而且都是一些很低的水平的人 在那玩 咱们不给他们玩 咱们把他们教育过来 把他吸收进来 让他成为我们的县里的党员 但是一个县里的 这个支部要想 真正做出工作 必须得有一个带头大哥 这个带头大哥 一般来讲是有钱有势 有名望的人 这个是过去是这样 否则的话 将来一乱了之后 八九就是个教训 年轻人他非常肤浅 因为他过去穷哈哈灌了 八九这样来的时候 那就是像王滩这样 那个二十小青年 他那么傲得很 你根本就没办法跟他讲 你讲不通 他脑袋都是乱的到时候 所以那将来再发生动乱的时候 我们要防止那样的人 要让年轻人 在我们这些老家伙们的扶持之下 一块干 才能够实现中国的和平转型 三千个县委书记不是开玩笑的 这是动真格的了 真正说要想干事的 一定要关注我的节目 赶快订阅 然后传播我的节目 把三千个县委书记的概念传出去 我要不断的讲 我还要动员更多人 出来讲三千个县委书记 习近平上台这五年 是最薄弱的时候 在国际上 面临着国际的威胁 如果跟美国打起来的话 中国根本就是裸奔的 这是老美在那 这根电子游戏讲的 打死哪打哪 所以是这五年 习近平之所以倒行逆施 这个宁左勿右 更国际主流价值 更普世价值 这个对抗 这就是在做军事调整 在重新聊自己的伤 是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观点很少有人说 因为他们不知道 这个背景知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可能来不及习近平调整 军队就会出事 因为习近平现在 大量的调整军队 是依反弹的名义 搞了很多调动 这些人表面上看 都是谗与之徒 能够被习近平提拔上来 都是拍马戏 都是花钱买来的 那么这些人 到了关键时候 如果王岐山发动政变 这些人很可能就到 王岐山那里去 就配合王岐山 所以习近平对于军队的控制 是非常非常微妙的 是不可信的 那么中共的垮台 可以说随时都可能发生 所以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人 有担当的人 我们不要空喊那些民主革命 民主革命你怎么革 你具体怎么革 民主革命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 有担当的一个中国人 尤其是有一定身家的 有一定的所谓讲土豪 过去 刘仲敬先生老讲一个土豪 大提是那个意思 当然现在土豪没有了 现在的土豪的境界都不够 全是王八蛋 你像这个马云这样的 他是有钱 你看他的品位 他公开的接受南华早报的 这个记者访问 他赞成台湾平的六四屠杀 那这是人吗 这个他根本就不是土豪 他没有品位 没有政治视野 所以将来啊 一动荡 先宰的就是 不管是民主党上台 还是共产党再上台 先宰的就是马云这样的人 所以这个老郭爆料 不是说马云活不过多少年 大概是一年还怎么着 说是有问题 确实是这样 因为他的这个视野太局限了 他跟这个盗国贼啊 走得太近 而且最主要的是 没有民族的担当 民族的担当就是说 危险到了 需要我走上前去 去扛一把 我去扛 我不在乎我个人的这个身家性命 所以说我们要网络的 就是这些人 如果你周围的县里 你还没发现这样的人 你想做人太好了 不一定说你有钱 或者你有事 你才能做这个事 你也可以搞政治嘛 什么叫搞政治 就是利用别人的钱 利用别人的这个愿望 来做成你想做的事 当然你也不能一意孤行 你没在毛泽东的那个位置上 你疯子 你想搞疯子的那个做法 人家没人尿你 你必须的 就是我提出来的 我们的三千 你想搞疯子的那个做法 人家没人尿你 你必须的 就是我提出来的 我们的三千县委书记 首先要认同的 就是普世价值 这个是跟国际接轨的 跟美国接轨的 跟世界主流文明接轨 这是第一 那么再具体一点 我们要认同民主宪政 就是将来的那个新政府 共产党垮台之后 我们帮着这个乱局度过之后 成立一个临时政府 最终的政府形式 必须是民主宪政 民主宪政的关键词 第一关键词 就是政府的权利 不能够不受限制的 不能说这个政府 可以到大江随便去打人 随便去把那个卖菜的 给抓起来臭打一顿 这是不行的 政府的所有的作为 必须是根据 具体的 非常清楚的那个条文 所谓有法可义 那个法也不是政府定的 是政府的一个立法机构定的 那个立法机构 就是老百姓 选票 我们的人大代表 我们的这个国会议员 他们才会定出来的 那是真正中国的 最聪明的人立法 然后请那个最 有法治精神的人 尊重这个宪政民主的 就是我们这样的人 去执法 这个法是透明的 随时接受民众的监督 随时让老百姓言论自由 随时让有不同的议员人 可以自己组为小党来监督我们 攻击我们 批评我们 老郭现在 我717 老郭爆料 我就说了 老郭现在就是扮演 表演 确实际上是表演 表演反对党的角色 未来我们的党是鼓励这样的 反对党存在的 但是在推翻共产党的过程中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建 中国最大的反对党 就是全国3000个县 每一个县里都有我们的人 而且我们的人是真正干事的 我们知道中国的乱局以来 我们去做什么 我们控制消防 控制警察 控制广播电视 我们的人去接管了之后 去让你县里的大楼皮烧掉 那玻璃别给它砸了 你盖一个大楼 像老郭这样的建筑商 他非常清楚 我本人也是个小建商 我盖一个大楼要三年 我烧掉它 30分钟全烧光 你信不信 现在的汽油这么容易 毁灭太容易 在混乱当中 物质财富毁于一旦 是中华民族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考验 我们现在的 海外民运也好 国内的异议团体也好 都是互相内斗 都是互相内斗 都是刺头 互相人家根本走在一块去 而且都是一些很低的人 低的水平的人在那玩 咱们不给他们玩 咱们把他们教育过来 把他吸收进来 让他成为我们的县里的党员 但是一个县里的这个 支部要想真正做出工作 必须得有一个带头大哥 这个带头大哥 一般来讲是有钱有势 有名望的人 这是王八蛋 你像这个马云这样的 他是有钱 你看他的品位 他公开的接受 南华早报的这个记者访问 他赞成台湾平的六四屠杀 那这是人吗 这个他根本就不是土豪 他没有品位 没有政治 视野 所以将来啊 一动荡 先宰的就是 不管是民主党上台 还是共产党再上台 先宰的就是马云这样的人 所以这个老郭爆料 不是说马云活不过多少年 大概是一年 还是怎么着 说是有问题 确实是这样 因为他的这个视野太局限了 他跟这个盗国贼啊 走得太近 而且最主要的是 没有民族的担当 民族的担当就是说 危险到了 需要我走上前去 去扛一把 我去扛 我不在乎我个人的这个身家性命 所以说我们要网络的就是这些人 如果你周围的县里 你还没发现这样的人 你想做人太好了 不一定说你有钱 或者你有事 你才能做这个事 你也可以搞政治嘛 什么叫搞政治 就是利用别人的钱 利用别人的这个愿望 来做成你想做的事 当然你也不能一意孤行 你没在毛泽东那个位置上 你疯子 你想搞疯子的那个做法 人家没人尿你 你必须的 就是我提出来的 我们的三千个县委书记 首先要认同的 就是普世价值 这个是跟国际接轨的 跟美国接轨的 跟世界主流文明接轨 这是第一 那么再具体一点 我们要认同民主宪政 就是将来的那个新政府 共产党垮台之后 我们帮着这个乱局度过之后 成立一个临时政府 最终的政府形式 必须是民主宪政 民主宪政的关键词 第一关键词 就是政府的权利 不能够不受限制的 不能说这个政府 可以到大江随便去打人 随便去把那个卖菜的 给抓起来 臭打一顿 这是不行的 政府的所有的作为 必须是根据具体的 非常清楚的条文 所谓有法可义 那个法也不是政府定的 是政府的一个立法机构定的 那个立法机构 就是老百姓 选票 我们的人大代表 我们的这个国会议员 他们才会定出来的 那是真正中国的 最聪明的人立法 然后请那个最 有法治精神的人 尊重这个宪政民主的 就是我们这样的人 去执法 这个法是透明的 随时接受民众的监督 随时让老百姓言论自由 随时让有不同的议员人 可以自己组的小党来监督我们 攻击我们 批评我们 老郭现在 我717老郭爆料 我就说了 老郭现在就是扮演 表演 是确实讲是表演 表演反对党的角色 未来我们的党 是鼓励这样的反对党存在的 但是 在推翻共产党的过程中 我们的目标 就是要建中国最大的反对党 就是全国间谍抓起来被枪毙 十几个被监禁被枪毙的 这个是中国愤怒了 愤怒到了极点 因为间谍平时抓出来是 不会枪毙的 是要交换 因为中国也在美国也有间谍 那个CIA想 想抓起个间谍 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 那么大家都是睁着眼 闭着眼 那么如果有人 一方抓住了间谍 那对方也抓一个 一交换 正常的操作 国与国之间的间谍 都是这么做的 那么中国把李辉给毙掉 就说明这个事情 非常非常严重 那么就涉及到 这还说起来还又涉及到成都 那个时间上给王立军投奔 这个成都美领馆 是差不多 前后差不多太多 那个成都有一个造这个中南海机子 那个保密电话的红机子 领导人用话 那个机子啊 那也卸了命 那个被那个美国的间谍装了间谍软件 那个所以中央最高领导人的这个通话记录啊 都在塞埃那随便看啊 所以中国习近平上台以来这五年 正在做军事调整 就是要把核武器机器要重新挪地方 导弹发射机器要重新换地方 这个才是难死他了 所以说习近平上台这五年是最薄弱的时候 在国际上面临着国际的威胁 如果跟美国打起来的话 中国根本就是裸奔的 这是老美在那这个电子游戏讲的 打死哪打哪 所以是这五年习近平之所以倒行逆施 这个宁左勿右 更国际主流价值 更普世价值这个对抗 这就是在做军事调整 在重新聊自己的伤 是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观点很少有人说啊 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背景知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可能来不及习近平调整 军队就会出事 因为习近平现在大量的调整这个军队 是依这个反贪的名义 搞了很多这个调动 这个这个这些人啊 表面上看都是参与之徒 能够被这个习近平提拔上来 都是拍马戏嘛 都花钱买来的嘛 那么这些人到了关键时候 如果王岐山发动政变 这些人很可能就到王岐山那里去 就就配合王岐山 所以习近平对于军队的控制 是非常非常微妙的 是不可信的 那么中共的垮台 可以说随时都可能发生 所以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人 有担当的人 我们不要空喊那些民主革命 民主革命你怎么革 你怎么你你具体怎么革 民主革命一个最重要的任务 有担当的一个一个一个中国人 尤其是有一定身家的 有一定的这个所谓讲土豪吧 过去刘仲敬先生老讲一个土豪 大体是那个意思 当然现在土豪没有啊 现在的土豪的境界都不够 全是王八蛋 你像这个马云这样的 他是有钱 你看他的品位 他公开的接受南华早报的这个记者